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自己的游学打一个广告 我会在9月的21日和22日啊 那么在北京的国家植物园,天潭和这个仙农潭去进行游学 国家植物园讲的不只是植物 当然还有里面的沃河寺和一系列的这个历史人文景观 那么天潭和仙农潭这个地方讲到的除了古代的祭祀典礼 还有它底层的一些逻辑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扫描频中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报名 谢谢诸位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那么过去我是有聊过这个F-16战斗机 那一代的美国传奇战斗机 以及背后一个至关重要的小圈子叫战斗机黑手党 那么他当中的核心人物啊 这个博伊德 他去设计这些战斗机 深度去改进这些战斗机的时候 他有他的能量机动力了 那他的影响绝对不只是说 他改变了美国空军 那么他当时啊 为美国的飞行员量身打造的一套在空战当中保命的 就是你在空战当中迅速的去思考的一套法则 OODA法则 他的应用绝对不只是飞机的射击空战 那么当然还有更广泛的军事力 甚至他被用到商业乃至个人成长 那说到商业和个人成长啊 现在去到书店里面那些成功学的书籍 比如说啊 怎么一夜暴富啊 你不狼性就不成功 这些书比比皆是啊 说实话 这些书浪费纸张 误人子力 而这OODA法则 比这些书籍真的高到 不知道哪里去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OODA法则 这个OODA法则的四个字母啊 第一个O代表了观察 observation 第二个O意味着调整分析 Orientation 那么D意味着自我决策 Decision 那么A意味着这样的action 那么你看在空战的时候啊 飞行员在接敌看到敌机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在观察了 这个时候 如果不经过大脑 只是观察了之后 你马上去做出决断 去执行 那么非常非常有可能 这个决策是错误的 甚至是致命的 而你针对观察 进行的这种调整分析 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只有经历了这么一步啊 我们说观察到的信息 你才能内化为决策的依序 那么按照此做出的决策 那么当然会靠谱很多 那么当然了 那么你决策行动之后 就会有结果 那接下来就是再对结果进行观察 然后再调整分析 再决策 再行动 你看这就是一个闭环啊 那么在空战当中 敌我双方 谁能够更快的完成这个循环 谁就可以一直占据主动 从而有更大的概率去影响空战 所以说这就是料敌之心 而波伊德也一直非常非常强调啊 你在空战当中要想的比敌人更快 空战的胜利取决于自己尽可能快的完成这个循环 也取决于你怎么样能够让对方尽可能慢 甚至打破对方的这样一个循环 那么波伊德 他自己啊 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他是充当战斗机部队的教官 他把这个OODA编成手册 分发给战斗机部队 那么当然了 这个手册里面 不仅有这个OODA法则 这个高屋建领的一般概要啊 而且他针对每一种北越装备的飞机 像什么米格17米格19 那么他都给了飞行员一些具体的如何运用OODA法则 咱先不说击落敌机 怎么在空战中保密这样的一个办法 那么当时美国一种主力的飞机是F105雷公啊 那么这种飞机本来就不是以机动性建长 那么他还得挂着笨重的炸弹去空袭北越 那么这个时候机动性就更差了 那么如果遇到北越的米格机偷袭 那真的就是凶多吉少 那么有那么一次啊 一个F105刺激编队啊 被这个北越的米格偷袭 那么两架被当场击落 另外一架重伤 第四架的飞行员 关键时刻想到了这个博伊德的这个ODA法则 以及针对F105面对米格飞机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不要跟米格机拼速度拼高速 你怎么办 你横滚减速让米格机冲到前头 哎 这个飞行员靠如此办法捡回了一条性命 那么类似这样的故事啊 那么让博伊德在越南战场上名声大噪 那么美国空军的高层 当然也是注意到了他 他随后就被调回美国国内工作 从此开启了一段和美国下一代战斗机的传奇往事啊 那么这个之前讲过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ODA原则 除了在空战当中给飞行员一些指导 他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得到应用 咱们就单从军事的这个角度来讲 他解决的绝对不仅仅是啊 飞行员在战场上应该怎么做 或者如何设计飞机 而是更加深刻的灵魂拷问 什么的 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飞机的问题 那么70年代的时候 美国其实开始设计隐形飞机了 那么当时国际上 甚至包括美国空军自己啊 设计飞机 他的一个原则 还是用高速去摆脱对方的拦截 但是隐形飞机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飞机为了要在雷达的探测当中逆坐 会大幅度牺牲掉自己的空气动力学性的 无论是速度 还是其他的飞行参数 比起当时的其他飞机都差得远 但是隐身飞机这个设计 如果用OODA这个循环去分析的话 这是什么呢 彻底破坏了对方观察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 而且让对方从观察到调整 分析再到做结设的时间窗口 非常非常的短暂 那这是高速的飞机都不可能具备的 那么后来美国真的打造出了 他们的第一代隐身飞机F117啊 那么投入了巨资 那么这种飞机的飞行性能 当然不能跟普通的飞机比 但是海湾战争让F117一战成名 那么当时伊拉克的防空体系 不可谓说是不顾弱尽他 但是F117就能够在这密集的防空体系当中 万化从争过 片叶不沾身 那么伊拉克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防空体系 指挥体系这些关键节点 被F117一个一个的摧毁 那么这场战争彻底奠定了隐身飞机 在现代战争的地位 那么现在你说到最新一代的战斗机 你最起码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就是隐身 为了隐身 我可以把其他的一些性能给牺牲掉 你像美国的F22 F35 它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隐身飞机的崛起 就是OODA这个原则的胜利 那么在军队组织架构上 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部队 什么那个营团师军 这样的一些非常庞杂的组织 尤其是师 这是一个基本的单位 那么应付这种大规模的战争 没有问题 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很多的这种地区冲突当中 它需要的是一种及时响应的机制 所以说你看二战之后 很多国家的军队在进行什么呢 就是军队的指挥体系 简化这一方面 当然是降低军队的成本 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是在加速自己完成 这一圈OODA的循环 所以这个OODA循环 在军事领域内的利用 绝对不仅是给战斗机飞行员保密 当然了 除了军事领域之外 这个OODA在商业领域 它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 特别是产品的迅速更新和迭代 你比如说 有个案例叫谷歌地图 那么一开始谷歌 它推出地图的时候 这个传统的纸质地图生产商 并没有把这个谷歌地图视为威胁 为什么呢 精确程度远远不够 但是谷歌呢 它可以凭借卫星和其他的各种手段 迅速的对已有的地图进行一点一点的优化 你就比如说 他们会用专车在这个街上去走 然后带着摄像机去记录街景 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谷歌街景 就是这么来的 而且谷歌也会针对餐厅啊 你像那个商场观光景点 加上各种各样的用户反馈 路线图导航咨询服务 所以说每一天的谷歌地图都和前一天不一样 这正是OODA循环下的这么一个快速迭代 最终呢 我们使用的这个谷歌地图 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纸质地图的范畴 它可以是导航 可以是旅行规划 等等等等 那么谷歌地图之后啊 那么国内外有非常非常多研发地图的公司 它也是在采取这样的类似策略 不断完善自己的产品 这本质上它也是OODA这样的循环策略 不断的观察调整 并且及时决策 还有这种行动 那么在最近几年啊 比如说如CHAT 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发展市场异常迅猛 这种人工智能 它是一个可以自适应完成进化和迭代 这样的系统 那么一开始啊 肯定你给它的一个输入 它输出的结果是不让人满意的 而开发者你需要及时针对这个输出的结果进行观察 调整 然后决策执行 那么整个的反馈过去 一轮一轮的迭代之后 人工智能当然就会越来越有智慧 那么当然了 你要完成这样的转化啊 你除了海量资源数据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除了海量资源数据之外 还有这种一点一点调整的策略也非常重要 不然你没有这种分析调整 你没有这种反馈的话 你只是纯粹的把海量的数据给喂进去 那么人工智能也就毫无进步的一定 那么这是OODA在这种商业上面 在这种最新的技术里面 它的这种应用 那么先中间越来越多的企业 把这种OODA循环作为自己决策 和这种产品研发迭代的 非常非常核心的方法论 尤其是硅谷啊 这种高科技公司 尤其如此 那么当然这种影响 大约是博弈德一开始始料未及的 那么如此OODA 其实它的核心本质是什么呢 是基于对于信息的尊重 以及在这种尊重基础上的充分分析 以及及时调整罪 它当然可以用于个人成长跟学习当中 咱们举起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很多人 总是喜欢说一些特别宏大的话 制定一些非常宏大的目标 但最终呢还是归于事外 那与其如此呢 您还不如从眼下的事情做起 做一点 那你就马上及时修正 这样每天所作所为 都有及时反馈 这叫什么日拱一足啊 如此才会有进步的可能 你再比如说很多人啊 在学习的时候 特别喜欢沉迷于这种 题海战术啊 题目做的特别特别多 但是你只是在机械的做题 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调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刷的题是没有办法 转化成自己能力的进步 而唯有对于做过的题目进行 认真的分析 调整 总结才会有进步的可能 那么孔子老早老早就说过一句话 叫学而不思则网 死而不屑则带 他也是这个意思 说到底啊 OODA是非常非常依赖于 深刻反思的迅速行动 那么这也是人类理性的核心区域 所以啊 他的运用能够超出战斗机飞行员的范畴 那也是不意外的事情 好了 关于OODA循环的故事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